前文在族的书写上一回 话说玉罗萨飞身上了角楼 角楼上面黑蒙蒙 玉罗萨扑了一阵 忽然间听见有人上楼 脚步很轻的 玉罗萨立刻飞身跳上横梁躲 那个人上了楼之后 就走去东边一间商房门上面轻轻敲了三下 房里面的人的点燃 在微弱的火光之下 玉罗萨一眼看出这个人 就是以前在延安府和自己交过手的云燕萍 玉罗萨想 这个人大内卫视 他三间半夜来这处做什么呢 云燕萍入了房 玉罗萨只听见房内的军官笑着说 恭喜云大人 外放做大兵官 就好过在宫廷里面好多的了 嘿嘿嘿 云燕萍说 还不是一样 房内的军官又说 外快总会多点吧 云燕萍笑得好奸 玉罗萨心想 这个人既然做了大兵将官 为什么好像小偷般半夜偷偷摸到来呢 只听见云燕萍笑了一会儿又说 现在就有一单游水好搂 好大单的 兄弟正是想和两位兄台商量一下 房里面的两个军官一起说 你说吧 你说吧 云燕萍说 我日前就接到楼大帅转来的文书 说有外国的事节过境 要我协同保护 想不到就由你这两位兄台护送 好极了 房里面那两个御林军统领 原来是同胞兄弟 一个叫做黄庭福 一个叫做黄庭陆 本来也是大内的卫士 跟云燕萍很相熟的 黄庭福说 文兄 我们也猜不到你就是这些住宅 不如我们这样呢 在这些过境 匆匆忙忙 就算有什么外快好联 也轮不到我们的份 雲燕萍说 我所说的外快 要全靠两位兄台帮忙 才能搞得到的 黄庭陆说 雲大人不是说笑是吗 黄庭福已经知道他的意思了 他说 喂 这单外快 不能做的 雲燕萍说 为什么 黄庭福的小声声说 我们是护送的人员 如果劫了外邦司机 罪家三等 不怕满门抄斩 去年那帮人在房里面 说话很小声 玉罗萨在外面 断断续续听到几个单字 但是玉罗萨乃是 鹿林大道 文声会议 他心想 外邦的皇子来到朝见 皇帝就免不了要赏赐金银真宝 果然是一单极大的黑道生意 不敢的生意 黑道上的人 大多数都不敢动手 想不到 雲燕萍是朝廷的将军 亦居然敢打这个主意 玉罗萨静心地听 只听见文彦平就说 我就想到一条招了 你两兄弟 尽管放心 我担保你们 什么事都没有 黄庭福就说 黄庭福就说 怎么呢 雲兄你讲出来听 雲燕萍说 现在的时势混乱 盗策如武 我们偷偷杀了这几个藩狗 然后我再刺你们两刀 黄庭福说 什么 干什么 黄庭福就笑了 你都傻的 连这样你都想不到 我们等云大人 刺回两刀 那当然找些 不紧要的地方刺 那就说是 半途遇到盗策 力战受伤 虽然犯了保护不周之罪 但力战受伤 罪名减等 最多就是削职 傻 雲燕萍说 没错 何况我们还有魏公公看着 连削职都未必会 小皇帝 究竟刺了他们什么珍宝 黄庭福说 详细的我就不知道 听魏公公讲 小皇帝登基没多久 就有远邦的王子来到朝见 很高兴 他是小孩脾气 一高兴上来 就乱张内户的宝物送给人 听说 只是一只碧玉珊瑚 价值是整个百万 魏公公讲了上来的时候 真是厚上的楼 雲燕萍说 那几个番狗 懂不懂武功 黄庭福说 看样子懂得多少 不过都不是高手来 黄庭福说 就是那只小孩讨厌 文燕萍说 什么小孩 黄庭福说 哎 那番狗王子也是古怪的 在半路中途 还认为年轻人都很漂亮的 好聊得迈 那年轻人说 陕西杜匪很多 那条路不平安 那王子一旦答应 准个小孩搭盘一起走 将他当成徐重 黄庭福说 那条小孩年纪虽然是轻 但是听他的言谈举止 是江湖上的大行家来 文燕萍又问了 那个小孩叫做什么名 现在在哪里 黄庭福说 那个小孩说自己叫做金哥 他们住在楼上 帮黄庭和那两个徐重 就住在东面商房 我那条小孩就住在西边的房子来 文燕萍说 好 我上去看看他是什么怒恕而得 压不过我双眼的 黄庭福说 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文燕萍说 没那么水皮的我 黄庭福就托他大脚了 云大人狗力江湖 轻功超畅 那条小孩有几大本事啊 弟弟你真是好忧不忧了 文燕萍走出房门 就施展轻功本领 一按蜡角就飞了上顶楼 嘿嘿 他都不知道玉罗沙 已经跟着他后面 文燕萍找到那间房仔 跟着在身边拿出一个好像鹤嘴那样的东西 在黑暗之中发出一点红光 就好像香火那样 玉罗沙的行家 一看就知道文燕萍准备用下流手段 想用鸡鸣五股翻云 在整文里面的人 然后进去搜查 玉罗沙的心想 这个家伙枉他是朝廷的带兵官 做了黑道上下三流的勾当 他本来就想一剑把他杀了 后来想 在那里搞出池来不妥当 于是他就只是看着文燕萍 正在想把香火插进去枪栏的时候 他用手指一探 将毒门暗器 九星定型针射出去 文燕萍只觉得有点点风 香火关掉了 吃了惊 四围望下 玉罗沙躲在角楼飞蟹后面 文燕萍就听不到半点声息 他侧了侧 又是点准迷香 即是又想插进去枪栏的时候 玉罗沙手指一探 再射飞针 文燕萍就觉得小小的风 香火又会 因为飞针很小小 玉罗沙出手又快 文燕萍都不知道 这个香火又为什么会认识 如是者连气三次 三次都被玉罗沙打释 文燕萍 惊了 无骨悚然 连忙落楼 那两个余林军统领 见到文燕萍这么快就回来 以为他真的很惹 黄庭福就问 文大人 有没有查出那条小小的什么露宿 文燕萍就陷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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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西北黑道上的高手来 黄庭福就说 没错了 我们都估他是黑道上的朋友 想作这单真宝的了 文燕萍说 在一路你们有没有遇到什么怪事呢 黄定禄说 没有啊 一路都没有什么事 哎呀呀呀 昨晚上到完成的时候 有件怪事 于是将遇到玉罗杀的事说了 他说 那个人快过风 我连他的样子都看不清楚 真是邪了 文彦平沉淫了一阵 既然是这样 明天动手的时候 分给那个小孩一份 如果他不肯 我就法子对付他的 容易过在我营那树 我请他来 这番说话玉罗杀听得清清楚楚 我心想 好极了好极了 明天我就一箭双雕 先将这些狗贼杀了 然后呢 就拿了那笔珠宝 真是天赐良机了 我要重聚移民 占山为王 和官邓对抗 没钱不行的嘛 这笔珠宝 听他们说起来 价值成千万那么多 有了这笔钱 我就不用另外再浪费心机了 再听一阵 听见雲彦平和王庭福 若好 动手的地点 是离成五十几里的夜珠林 欲罗杀探听到这么多情况 就走了 各位 其实那个少年 就不是番邦王子 他是南疆 罗布族大邮长 唐马的儿子 叫做唐老 南疆的种族很多 原来是散修修的 国不管国的 到了唐马继承 罗布族尤长之后 他就联合国族 结成同盟 自己做盟主 唐马励精图治 想将南疆建成一个国 因此派个儿子 去北京朝建 观摩中原上国的典章文物 明朝的新皇帝 朱尤孝 还有一个小孩 根本不清楚南疆国族的制度 就将大邮长 当成是番王 因此 也将唐老当成王子 当时明朝的国势 已经很弱 樊属已经不来进攻很久 朱尤孝登基没多久 就有南疆罗布族的侍者 来进攻汉血 保马和和田美育 因此极之高兴 那帮大臣 为了想使小皇帝欢喜 所以也将罗布族 说成西域一个小广 朱尤孝一时兴起 就将大批宝物赏赐给他 所以唐老虽然不是王子 但是得到一批好贵重的珍宝呢 这电视是真的 铁山湖被岳明威拒绝分事 就负气再次离开父亲之后 就回到陕西 在半楼遇到唐老这帮人 铁山湖 你看他年纪轻轻 阅力就几丰富的 他一看 就知道唐老带着很多金珠重宝 铁山湖是个屈强的少女 他回到陕西就打定主意 想学欲罗杀一样 占山为王 所以他也想劫这帮珠宝 话说 翌日一早 黄庭福兄弟 继续护送唐老起程 走左阵就离开官渡 运山边的小路行 唐老觉得奇怪 黄庭福就说 如果行官渡 今天很难到金泉的 黄庭福院有大军驻扎 都没查的了 不如运小路行 路程可以缩转很多的 唐老又不缩到路 听他这么说 也是道理 任由他们带路行 铁山湖知道 今天必定有事的了 就暗暗戒避 条路就越行越险 中午的时分 入了一处重林 重林里面的山路 大概五尺多阔 仅仅可以过下一匹马 两边都是惊激杂草 荒凉都极 黄庭福说 我们在这儿休息一会儿 都不等唐老找他 就落了马 唐老就没估到会有事的 还有那些徐虫也落了马 铁山湖一尾冷笑 黄庭福对他说 金兄弟 我们一碗水大家喝 唐老恶然就问 哪里有水啊 黄庭福兄弟放声大笑 这个时候 对面有两企马飞奔而来 其中一个就是云燕平 他已经活了平民服装 不是军官打扮 铁山湖见到就大声喊 这帮人是谋材害命的狗贼啊 拔出鹿鹿烟 向黄庭福条腰点过去 黄庭福转身一掌 骂一声 你个臭小子不识台队 好心分一份给你 你又不领情 想毒吞啊 铁山湖玉烟一洗上来 完全是判官不得点阅手法 将黄庭福的逼到之后 招架之功 唐老惊了 一下子醒了上来 大喝一声 对着黄庭禄兜口兜面 就打下去 黄庭禄拔出配刀一斩 谁知唐老是摔角很厉害的 手臂一伸 就将黄庭禄的手腕立住 他那两个随从 都是南疆著名的历士 拿出护身的铁锤 相除夹击 黄庭禄的武功比较弱 手腕就被唐老立实 就避无可避 南疆两个历士 相除齐下 打过头壳开花 脑张拼命死于非命 云彦平快马跑到来 飞身落马 南疆两个历士 就没起铁锤迎上去打 云彦平解低了腰带 当武器 没得扶扶风响 铁锤一倒 被他腰带一卷 轻轻一扯 借力打力 两把铁锤都被他抢了 云彦平的腰带再次挥卷 将这两名历士先后卷起来 就打到两岩石上面 都红堂没命 这阵时 铁山湖和黄庭福正在打 黄庭福的武功呢 就比他弟弟聂得多 一支莲子枪洗得风雨不透 但是铁山湖的玉销 招数神奇 这两个打得难分难解 云彦平说 你来收拾这个班狗 等我来回训这个年轻 腰带阔一声 向着铁山湖头上卷过去 云彦平看了铁山湖的招数 觉得他的点阅的技术 虽然是神妙 但是武功还不是上性 想起昨晚的事 觉得很奇怪 他心想 早知这个年轻的武功 不过如此 都不必叫容易过来 让他分多份 铁山湖揮舞玉销迎战 过了十几二十招 忽然间 听见丛林里面 哨子哔哔哔哔哔响 丛林两边两边 涌出十几个壮汉 又心一慌 云彦平的腰带一掃一卷 将铁山湖的皮帽掃了去 打出一头又长又漂亮的头发 云彦平 就哒哒大笑话 铁山湖原来是你 铁山湖说 既然知道他是我 就快点滚吧 云彦平四围望下 他笑着说 你那个贼老爸 又没有跟你来 你还懒什么 腰带一掃 又向着铁山湖的玉销卷过去 再说回 在丛林里面 涌出来的两股壮汉 原来都是 闪南闪北 著名的强盗头子 他为了劫夺金银重宝 就不惜冒险 跟踪来到丛林 闪北的大道 过天星 和九折离 就首先冲上去 剪了一个老人 很长骚的 手握住了 三尺长的铁烟斗 大口大口噴烟 过天星就渴望他 是道上的朋友 那个老人乱声不出 等他两个人冲到面前 铁烟斗突然横空一掃 一招云辉三母 将过天星的刘星锤 和九折离的九折边 一起盪开 顺手一点 过天星的啪 啪的声音 搭在地 九折离身发轻零 一咬就咬到老人身后 转变猛掃 谁知那个老人 好像背后有眼 反手一击 正正打在九折离胯骨上面 九折离惨的声音 骨都断了 搭在地 这个老人是谁呢 就云彦平特登请回来的帮手 叫做容一东 他和应修阳就最老友 当年应修阳为了对付玉罗杀 在华山绝顶 摆七绝阵 本来就请过他 他因为事没有来 所以先由郑鸿台 林氏拉着卓一行 顶数 那班冊 看到容一东出手这么厉害 只是想一起冲上去 谁知容一东 哈哈大笑 你们中了埋伏了 接着一声呼笑 从林里面立刻纳喊连天 有百几个兵出涌出来 个个身披铁甲 手执弓箭 原来云彦平 也估到会有责人冒险抢劫 上暗中调了心腹精兵在这串埋伏 这一下当堂将那班强盗 这个唯一核心 再说回铁山湖 和文彦平对敌 真是险障贫生 唐老呢 也被王庭福迫到 只有招架之功 毫无还手之力 文彦平的腰带 越武越快 铁山湖正在危急的时候 忽然间听到 哈哈一笑 略过重林上空 铁山湖欢喜了 他大声叫 玉罗沙来了 文彦平听到 玉罗沙三个字 就好像老鼠听见猫叫 手都远了 玉罗沙声到人都 不过两三个照面 就一剑点中 文彦平肩头的麻月 将他踢在一边 铁山湖走过去 小小声说 廉姐姐 不要伤那个犯人了 玉罗沙疼了疼 他说 好了 啪声飞身而起 一朝银河倒挂 剑光一妖 黄庭福的人头 飞上半空 唐老 看到这样的威势 吓得傻了 玉罗沙疼 玉罗沙怎么会来迟了呢 原来当他来野猪林的时候 在半老翼发现了那帮强盗的宗族 其中有几个人还在陕南来的 所以玉罗沙是强盗的贼阿巴 以前他坐镇定军山的时候 陕南那帮贼抢回来的财物都要献给他一份的 他见到有自己核下的人马来到 忍住就暗中跟着他们 看看他们是各自为政 独行抢劫 还是已经被闪北的大宅首领收编 因此就迷迟了 容一东几多玉罗沙 突如其来就吃了个惊 这阵时 官军的包围圈正在收紧 玉罗沙一手中 雲燕平拿起来大声哼 你们哪个敢上来 我就杀了你们的主将 那百多名兵 都是雲燕平的心腹亲兵 见到主将被擒 果然不敢动手 容一东都还不知道 这个人就是威震江湖的女魔头 玉罗沙 建筑到雲燕平的 竟然是个二十多岁的少年 就大声哼他说 你找个人来到要挟 算什么英雄啊你 玉罗沙单手劫着雲燕平 他笑着说 好啊 我就用一只手来 会议你这个大英雄 你如果赢得我呢 我立刻放回你们的主将 容一东就说 你拿个俘虏来做兵器 那当然是你赢了 玉罗沙冷笑说 只愿你如果不伤了我 劫着那俘虏呢 也都算你赢 那可以了吧 各位 这种打法 这种打法啊 他不是武林从来都没有试过 有过的 本来劫着个俘虏来应战 令到对方投鼠忌器 那当然是大占优势 现在玉罗沙呢 居然反其道而行之 不但不用俘虏来作盾牌啊 而且只要俘虏受了一些 误伤就算输 那等于被绑了一只手之外 还要小心防护 俘虏受伤啊 那真的大优势 都变为大劣势了 容一东听到玉罗沙提出 他这样的打法 真是又生气又害怕 他出道以来啊 从来没试过受这样的灭视的 玉罗沙又笑着说 怎么样啊 得了吗 容一东心念一转 他说 既然是这样 我们就一言为定 你赢到我 珍珠重宝都是你的 我赢了你呢 玉罗沙听到这样说 才知道他最重要的 就是那批真宝 就不是朋友 我心想 陆林道以意气为先 比他们这些狗官 就能力得多了 容一东又说 怎么样啊 玉罗沙说 你如果赢到我 除了放回你们的主将之外 那些珠宝 全部归你所有 容一东掃了眼 牆上那些强盗 高声地说 你做不做得主啊 玉罗沙 哈哈大笑 将外衣撕烂 露出里面的 瘦花女子服装 又除了头上的青巾 露出束发金环 各位 玉之后事如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